最近宅家,冰箱里的食材不多了 我就想啊,有没有一道美食能有啥放啥 并能跟米线完美融合 且做法一点也不难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君 今天我们做攒劲的麻辣砂锅米线 咱们先煮一下米线 水开后放入干米线 米线煮软煮透后捞出 放入冷水中浸泡 咱们今天汤底用冻番茄 相信我一定要使用冻番茄 常温水中放入冷冻锅的番茄 稍微给它转几圈 表面画一个十字就可以轻松去皮了 接着把冻番茄切成小块 随性的切就可以了 此外咱们再准备一些配菜 脆皮肠,蟹棒,一些绿叶菜,金针菇 冰箱里有啥放啥就可以了 洗锅热油,油不用太多 油热后放入葱姜蒜充分爆香 放入一至两勺的黄豆酱 充分翻炒至香料出香 倒入攒劲冻番茄 哇,看这个番茄汁水出得多快 这冷冻锅的番茄真的是棒 把冻番茄充分翻炒出汁 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锅盖,把汤汁烧至煮沸 汤汁煮沸后我们调一下味儿 放入13香,胡椒粉 也可以加些花椒粉 来一些生抽,香醋,蚝油 还有一点点食用盐 充分地搅拌均匀 放入准备好的配菜 咱们先炖煮一些耐煮食材 比如说蟹棒,脆皮肠,冬瓜,白菜帮子 咱们先把喜欢前耐煮食材都放进去 让它煮一煮炖一炖 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炖煮3至5分钟 打开锅盖一瞬间 香气扑面而来 咱们接着放入金针菇等好煮的食材 这个绿叶菜,先不放 一会儿摆在米线的上面更好看一些 来上起大勺辣辣的油泡辣子 哇,看这个颜色,太要攒劲了吧 接着放入足量的米线 加米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注意看这个汤汁的变化 不要让它淤出来 刚才剩下的绿叶菜千万不要忘记了 把它摆在上面 再来些油炸花生米,葱,还有香菜 等待着蔬菜断生就可以关火了 看着诱人的颜色又锅气十足的 太暖心了吧 咱们的麻辣砂锅米线已经完成了 香得很练 热气腾腾的,冬天吃特别的棒 麻辣鲜香 而且这次用的是那个冻番茄 一定要用冻番茄 它可以把那个汁水很好的锁住 就是番茄麻辣锅 咱就是腾腾 还加了各种这种火锅类的丸子 就这些叫不上名字 刚好这款美食可以把冰箱里的食材清一清 有啥放啥 就这么随性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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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